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表扬大会 标态参选高雄市长的民进党立委邱益盈 林黛化 许志杰和赖瑞龙 以及国民党立委柯军等人也都现身 许志杰仅仅跟在陈其迈后方 与里长等人热情互动 场面热闹有活力 陈其迈颁发奖项给得奖的里长开心合影 陈其迈表示里长的工作相当辛苦 可以说比市长还要难当 强调市府会体恤里长辛劳 今天是特别来恭喜 也来感谢我们基层的里长 里长跟土地工土地博一样 都守护着社区的安全 里长比市长还超 明年也会再增加在年终奖金 1.5个月 我们市政府也会编组预算 来体恤我们里长的辛劳 这届总共颁发了168位 涵盖内政部全国特优 本市特优 还有资深里长等荣誉 透过颁奖给予肯定 里长们也坦言 这份工作真的不轻松 做这45年来虽然是感觉说一个荣誉 但是这个过程都点点滴滴 辛辛苦苦 都有滴滴甘滴 都总有 十米 我觉得现在里长服务都是全方位的 然后也都是没有什么限制的服务 有机会可以帮忙更多人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高雄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高雄市特优 继资深里长表扬大会 表扬高雄市里长为民服务的辛劳 同时也感谢里长们协助推动市政的用心 民心闻林书铭装收听高雄市报道